这个星期 怎么会这么奇怪 来看到英国的这一架 737准备要降落的航班 机长居然发现前方三公尺 有神秘的光束 神秘的飞行物体 对它打出了这样的一个强烈光束 眼睛几乎张不开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看到 是幽浮吗 社长要带我们看到的是 人类史上真的有跟幽浮爆发过 恐战对 而且离现在不远 我们知道在1942二战时期 二战时期当时美国 我们不是讲说日本脱袭珍珠港 刚好脱袭珍珠港之后的 差不多三个月 在1942年的2月25号 那是人类史上第一次 人类跟外星人所谓交战的一个纪录 而且这次纪录为什么会 被列为一个很经典的 而且比较可信 因为你想事发地点在洛杉矶 洛杉矶多少人口 几十万人至少 几十万人住在洛杉矶 目击者就一堆 他不是在西伯利亚神秘的森林里 他是在人口稠密的都会区 对 而且见证的人很多 包括当时洛杉矶警察局的副局长跟两个记者 刚好正在屋顶上面那个阳台聊天 亲眼目睹的从头到尾 整个空战的一个过程 OK 那这个事件我们想怎么来呢 当时我们讲说1942 2月25 凌晨大概是两点左右 打了将近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时间 整个空中烟消弥漫 整个空中 你看这张照片是当时留下来最经典的一张画面 这真的是已经驳火了 这是什么 这是探照灯吗 对 这个当时为什么 当时以为是洛杉矶那边有空防部队 空防部队在雷达里面扫描 扫描到有一光点 很大的光点 直接往洛杉矶这边飞来 他们第一个想到什么 因为前三个月才是 才刚才讲的 日本去偷袭珍珠港 以为日本来了 日本金鸡来了 越过太平洋打到美国本土了 对 打到本土了 而且他们认为可能日本 要不就日本的飞机 要不就是空飘气球要丢船单 对 结果后来这个雷达扫描 因为这个光点一来 来到洛杉矶的上空 上空当时既然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入侵 这个飞行物入侵 所以所有的防空炮火跟防空的探照灯 前面往空中去找 结果找到这样的一个 你看这边都是我们讲的探照灯 这一个一个光点都是当时的光点 你把它放大 长这个样子 这就是飞碟 对 这个是你看 我们讲说飞碟这样一个形状 上面一个 对 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这个光点非常大 OK 那我们讲说 防空什么探照灯照到啦 防空炮火的拉出来就开始打啦 打 打了多少 两个小时打了1500发的炮弹 当时还炮1500发 他不是被你打烂了 照讲应该是这样 但旁边你看都是这样一点一点 都是当时炸弹爆炸的 对 那我们讲说 好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 把它讲成是外星人跟人类的空战 因为当时炮火1500发打上去之后 打上去 我们发觉 你看过那个电影 幽浮好像有会放出旁边 有一个防护罩 它那个炸弹打上去的时候 炮弹打上去的时候 炮弹进不了它身 打不到它 它有金钟罩 对 打不到 而且有的在空中就直接爆炸 有的就被那个金钟罩弹回来 弹到地上 当时洛杉矶时报 早期那个洛杉矶时报 把这个都进来 第一个这个照片 第二个是这边 两个小时以后 打了两个小时以后 第二天早上 这个都突变 刚才讲那个炮弹 自己掉回来 弹回来在地上爆炸 爆炸以后或者空中爆炸 那碎片掉下来 你看这个车子 车子前面引擎盖那边 这等于是榴弹 贯穿了 对 整个被贯穿 那炮弹弹片贯穿了 他留下很多证据 这个是那个富士帮受伤的人 其实有三个人重伤 五个人死亡 这次空战 五个人死亡 包括你看这个 这也是一个人的房子 房子上面这边屋顶 被那个炮弹扎破一个洞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就是一个炮弹火网 但如雨下 才造成地面上的人 无辜受灾受殃 但问题是 你这么绵密的火网打上去 受伤的都是洛杉矶的士兵 洛杉矶的士兵 这一些不速之客总有伤亡吧 没有 没有 无死三重伤 洛杉矶基民 当时我们讲说 不是由副警局的局长 在那边跟两个记者聊天 看到了 目途前过程 后来第二天 第二天包括报纸登出来 你事情也没办法隐瞒了 当时国防部出来解说 有可能是空飘气球 刚才讲的空飘气球 才有这么大 但问题是空飘气球 你怎么可能1500发炮弹打不到 那你美国真的不要混了 你大炮打小鸟 如果只是空飘气球 你不可能做出这个判断 你居然用火网去轟他 对 而且轟得多自己人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到 刚才讲是1942发生 到1980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因为40点了 解密 解密了一个档案 当时是罗斯福总统的时代 二战的时期 马歇尔将军曾经就这件事情 跟罗斯福总统做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有记录下来 马歇尔当时讲了一句话 说这个东西它飞人类世界的一个飞行器 它就直接定位了 松口了 对 为什么他这么讲 因为马歇尔他将军 他有国防部很多的判断资料 国防部当时把这个东西送给 把这个东西的一个分析资料 送给马歇尔的时候 他里面用了几句话说 这个东西飞行速度很快 怎么快吧 很实际的是国防部不是有雷达 洛杉矶这边有雷达 这个光点在雷达打了两个小时以后 豪华无伤的往西飞行 飞到什么地方 为什么国防部很紧张 很紧张 往西飞行大概600公里左右 有一个美国研究曼哈顿计划的一个中心 叫航停顿中心 曼哈顿计划不就它的原子弹计划吗 对 航停顿中心就在这边 他专条非常机密的地方 很机密 对 而且又是战争期间 所以他们来了 所以国防部很紧张 他们就在雷达追踪这个光点 他说这个光点以当时 从这个洛杉矶上空到这边消失 大概跑了735公里 735公里花了多少时间 13秒 13秒跑730公里 金像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13秒跑735公里 换句话说你换成我们平常讲时速 时速是3400公里以上 3400公里左右 那时速3400公里 在1942年代 人类世界到1947 1947才有一个叫曹老师上尉 驾着飞机超音速飞机突破阴障 当时的阴障障碍是1078公里 时速1078 它是5年前 超音速飞机还没出来的5年前 它就以时速3400公里 回行你看 所以国防部这个报告上去 马歇尔才会做这样一个定位说 这不是人类世界的一个飞机的飞行器 而且它飞行速度很快 而且它有这种防护罩 你打都打不下来 而且重点是 它不只是公里人口密集的LA 它居然跑到你曼哈顿计划的 极机密的军事重镇 它好像是去勘察什么样 对 所以说 有人讲说那个幽浮如果每次出现的时候 都是重要的时刻 重要的地点 或者有时战争 什么人类世界有那个重大的灾变 他们就容易出现 这是1942最经典 第二我们讲说 这是人类跟外星人的一个空战 空战 其实外星人对外星人的空战 当然早期我们以前讲过 那个印度摩托波罗多罗纪录的文字记录 那个古书上面有记录到 其实有一个更经典的 在这边 这个是在哪里 这张是一个版画 这个版画保存在瑞士 苏黎市中央图书馆 还有两张 一张其中这张是记录什么 德国纽伦堡的一个空战 但问题时间是在1561 1561 4月14 1561 人类连汽车都没有 不要说 460年前 对 那时候连汽车都没有 不要说飞机 但是当时非常清楚 他记录1561的4月14号 也是清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 快5点 有一个多小时空战的纪录 当时在德国纽伦堡 纽伦堡是德国第二大城 也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所以目击者就特别多 但你怎么知道这个是 幽浦跟幽浦的空战 对 他这个版画跟当时留下的一些 文字记录非常清楚讲说 当时在4点多的时候 天空突然出现一个 像太阳一样大的光点很亮 所以他们把它化成这样子 一个像太阳一样很亮的一个光点 然后这个光点出现以后 过差不多几十分钟几分钟的时间 这光点旁边它就射出几道红色的这种 这种像镭射一样的光 这个红色的光里面 有那个所谓岩形的不明飞行录 从这个光里面一支一支跑出来 每一个光点 大概每条所谓我们讲镭射线 就跑出三个母飞机 跑出三个指挥机 母舰跑出指舰 跑出三个出来 就布满天空 所以它用红色的这种代表 你看布满天空 这红色的这种岩形 在天空飞 但是过了不久 来了另外一对 所以是这种形状 你看这种像写架形的 像柱子形状 有没有 这边都有 柱子形状 这个柱子形状也是很大 然后上面你看它有圆盘 它也是有那个所谓的母舰带着指舰 指舰从母舰里面背出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还有一方 总共有三方交战 三方打乱斗 第三个是这种像十字架型的 这种母舰 这种母舰它是像十字架 旁边有四个大 好像大圆盘 你看这边都有画了好几个 好几个 你说这样的一个三方大乱斗 出现在 1561年4月天还没亮的 纽伦堡的上空 对 然后当时出现以后也是一样 他们形容说当时的天空 交战的时候像炮火一样 烟消弥漫 然后整个大地震动 风鸣声不解 碰碰碰 那个风鸣声不解 所以他们很确定这是一个空战 另外这一张你看 这个就讲说刚才瑞士的苏利市 瑞士是在1566 等于是说这一次牛群堡 空战以后的五年 它不是单一的 瑞士也发生这件事 瑞士也发生 五年以后 瑞士在苏利市这边 它一个小镇 也发生 这张版画他就画了 跟这张就有一起同工 很多人你看仰头看着天空 很惊恐的 发生什么事了 有红的 有黑的 他们看到的是更近 他们说这个红色跟黑色的那种光盘 它其实是很清楚 是金属做的东西 要在空中会行 两边一样 这是两边对战 在纽纹堡上面上空是三方 这是两方这样 所以在1561也好 1566也好 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把绑化记录下来 但问题是刚才讲的 1566人类没有飞行器 可以飞上天空 是 还伸出了金属盘撞的 在那边对打 对 所以这是西方世界 最早期的一个记录 等于说空中的一种 所谓外星人的一种空战记录 所以这样的一种记录 包括刚才讲的 洛杉矶的一种空战 到底有没有丢弧 到底有没有用 所以其实答案已经非常 孤知益足 外星人来访地球 已经不是秘密了吗 都不再锁进超神秘的X档案吗 最近你会发现 越来越多包含了美国来自军方 跟官方他们释出的档案 再再告诉你一件事 跟外星人的神秘接触 都在讲这件事情 马老师今天晚上好好告诉我们 这么匪夷所思的解封印的动作 在跟地球人打预防针吗 军想你讲对了 我在电视上讲外星人出现 讲了十几年 从来没有像最近这一下 一下子出来这么多外星人跟不明飞行物事件 这么奇怪 那为什么最近出现这么多 是 是不是真的来这么多 不是的 是美国的军方跟官方 对 他就公布了 一公布才发觉这么多 好了 以前都是绝机密 你想要知道这些档案 对 欧巴马去了51区下飞机 有小女孩问他说 你去了这个51区吗 他说对 那里面有没有外星人啊 他说我不能说 知道的人 这是要带进棺材里的秘密 对 居然现在美国官方 全部都把它弄出来 那不是很奇怪吗 是不是 外星人真的要来了 美国官方军方现在给我们人类 打预防针 好 我来跟大家讲最新的事情 最新的 在4月23号的时候 马斯克的那个 这个SpaceX 六云 烈鹰九号啪 火箭飞上去 他上面带着奋进号的太空船 是 奋进号的太空船是干什么 带着4个太空人 要去国际太空站 进驻半年 对 4个太空人呢 美国的一南一旅太空人 日本一个太空人 法国一个太空人 是 他们要去国际太空站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了 你要在国际太空站 待半年对不对 对 你还没到国际太空站 我给你下马威 谁要给你下马威 我跟你讲 这奋进号 正要跟国际太空站 要接轨的时候 对口的时候 叮 警报响了 警报响了 谁的警报响了 SpaceX跟NASA的警报响了 哪来的警报 谁打的警报 美军太空司令部 美军太空司令部 一个紧急电话 打给NASA 打给SpaceX 说奋进号有危险了 什么危险 他们侦测到什么东西 提出这样的警报 他侦测到一个 不明飞行物 用极快的速度 接近奋进奋进号 过去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他怎么办 马上问奋进号 你能不能做避险动作 对 他说我们太空船是有避险的 又有可能太空垃圾 流星 撞击过来 对 但是现在不能避险了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很危险 而且我也要对接了 我对接 如果说避险的话 我们就说过了吗 错过就不能对接了 好 那现在怎么办 紧急着装 下一个紧急 着什么装 因为他们在舱里面 就是太空人在制服 穿太空衣 就是你万一太空船受到损伤 你穿了太空衣 保护自己 所以居然还没有 上国际太空战 四个太空人就受到震撼教育 这个被证实的十万伙计 他们历经了生死瞬间 这全部是NASA正式告诉你的 连讯息是美军太空司令部打来电话 他都告诉你了 据细迷一 我告诉你 以前 叮叮一个字都不讲 居然奋进号 居然遭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 而且才发生 我们就知道了 对 而且结果这不明飞行物 刷简就飞过去 真有不明飞行物靠近 去奋进号太空船 45公里的地方 啪 飞过去 太空人紧急着装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解释不可思议 这么新发现 马上我们通通知道细节 全部都知道 全部都告诉你 这是官方正式宣布的 不是平民的 好 还没完 这3月16号 3月16号 美国太空人 国际太空站的太空人 要去维修外面 到外面去维修国际太空站 他去维修太空站 拉萨就觉得给全世界看一下 国际太空站的太空人 他是怎么维修太空站的 蛮有意思的 直播吗 直播 直播就那个 国际太空人穿了全副武装 就跟我们在电影里面看的一样 在那边维修 大家看直播很过瘾 但不对了 一上一下 两个不明飞行物 在那后面 直播 地球人请注意 对 全世界都看到 我故意给你看到的 我在你直播的时候 跑出来给你看到 而且一上一下 而且还像队形一样 漂浮不定 这个全世界直播 看得清清楚楚 你一开始连续这两棒 4月份发生 3月份发生 都是最近 还没完 这3月16号对不对 对 我再跟你讲3月19号 3月19号 这是NASA 啪一下照到一个 第一个 照到这个 一个太空船这边 有个白点 看到没有 这是个国际太空站 看到白点没有 好清楚 啪这样飞过来 好 除了这个白点 白点还不重要 他们认为白点是不明飞行物 等一下会看不到 它一来一去 好几个 还没完 我跟你讲 他们发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就是 它在太阳照射的荧光面 它是发亮的 太阳光反射对不对 对 就它飞到阴暗的地方的时候 它也是亮的 所以它自己会发光 它自己发光 它不是借光 它不是借光 因为它飞到阴暗的角度 阴暗面 在它影子里面的时候 它还是发光的 这是第一个可怕的地方 第二个 它是不规则形状 注意到没有 就是说 你如果是跟着轨道走的时候 你是规则 注意看这什么 长条形的 这什么东西 长条形的 刚才这个光点是圆的 对不对 然后居然 看到没有 看到一个长条形的 看到没有 在这里 又一个长条形的 就是它是个舰队 那个光点 可能是放出来刺猴机 对长条形 看到没有 这个是舰队 这3月19号 也是国际太空战 所以外星人线 全部在玩国际太空战 太空人 我们直击了星际战争了吗 对 直击了星际战争 好 这个是NASA给你看的 以前NASA是不会给你看的 然后 这些都是针对国际太空战来了 好 还没完 美国国防部 居然放 在4月放了一段影片 说我们的4艘 最好的驱逐舰 在加州外海 遇到了不明飞行物 已经不是太空了 在地球 在加州外海 而且4个 美国最强的 一个是继德舰 4艘驱逐舰 而且被这个不明飞行物 跟了186公里 那是怎样的过程 好 注意看 这就是 它是晚上 所以它是用 这个红外线光学夜市 造出来的 各位看 这是驱逐舰上造的 对 驱逐舰上造的 而且你不要看它移动这么缓慢 因为 它那个舰上的这个报告说 它移动的速度比无人机还快 比无人机还诡异 它绝对不是 不会是无人机 这是最大的一个三角形的 看到没有 三角形的 啪 它会发亮 这个因为造出来这个样子 因为它是用光学红外线的 去造它的 这个是继德舰拍下来的 这个是继德舰拍的 所以它一直追着你吗 还没完 这我们目前看的只是继德舰 对不对 另外继德舰马上联络周围的 这个友舰 我看到了 你们也看到了吗 每个友舰都是另外看到自己的 一个舰说我看到白色的 一个舰说我看到红色的 而且它不是一闪就算了 它一队一警破听起来 对 它六艘对四艘 六艘不明飞行物 对了四艘驱逐舰走 各位这影片不是普通人拍的 这是继德舰拍的 要是美国国防部放出来 好 我现在要问你一件事情 这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个 奥林九年 两年前的事情而已 我就问你 两年前发生这事情 两天什么时候都不讲 突然之间 在四月 把这影片放出来 然后就说 我们在加州外海 我的四艘驱逐舰 都遇到神秘飞行物 美国国防部 你说它突然间四月 两年之后 它放出 趁这个东西干嘛 这个太诡异了 马老师 你一再告诉我们 今天四月份的 三月份的 已经封印两年 突然最近解封了 相继都在最近 让世人见证了 地外文明 它的目的真的是 帮我们打预防 这让我们知道 你可能会遇到吗 刚才是官方跟军方的 我先来给大家看民间的 在佛罗里达州 四月十二号 啪一些亮光 注意看 看到没有 那是刚才 这个炙热的烧 烧灼的光线 你看看 不晓得什么东西 不晓得什么东西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多危险 四月十二号 有一个2021GW4的小行星 越过地球 你想它距地球多近吗 多近 2.6万公里 很远 这什么概念 2.6万公里是 非常非常非常近的 那小行星撞地球 不就完蛋了吗 就完蛋了 对不起 它没撞地球 它从地球2.6万公里 非常非常近 越过地球 就越过地球了 那现在科学家说 这是它的翠片掉落下来 那是不是它翠片掉落下来 不知道 那我再给你讲一件事情 凡是那个小行星 这么近接近地球的时候 对 都会有不运飞行物出现 有吗 有 每一次都有 通古斯大爆炸 通古斯大爆炸 有 2018年 大家都说那个通古斯大爆炸 那个陨石 是被外星人打掉的 不要忘记 俄罗斯的那个陨石 砍空中爆炸 它爆炸 很快的把一点 说是被外星人撞极弱的 那这一次呢 这么 四月份这么多外星人出现 大家说是不是跟这个陨石 2.6万公里略过地球 这简直不可思议的近 会不会跟它有关系 这在佛州 它果然掉了一个 碎片下来 你看它碎片就这么厉害 到底这是不是碎片 现在大家都还不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 你看多可怕 好 我要再给你讲一个不可思议的 英国跟外星人最有关系的 除了巨石镇之外 就是麦田圈 英国是全世界麦田圈出现最多的 那麦田圈简直不可思议 就英国在4月12号出现麦田羊 什么是麦田羊 就是居然羊 羊这是几百头羊 非常安静 也不动 也沉默 连羊绵绵的声音都不发出 全部低头 这什么形状 就是一个外星的形状 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的圆形 对 羊 而且这个家伙 他看到羊群的时候 发觉到上面 有一个巨大的圆形飞行物 他控制这群羊吗 对 他控制这群羊 所以英国是麦田圈最多的一个国家 居然出现了这样可怕